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使攻略 我是Vicky好興奮 這次有Stanley跟我們聊天 Stanley你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Stanley的話 也可以打你204-6566 或者可以把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問WhatsApp到91571428 或者Facebook我們都在做Live 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盡快解答你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生指數最新報在27174點 升86點 國企指數升55點 報在1萬692點 但市成交有623億 Stanley看到今早公佈了GDP數據 其實跟預期差不多 港股那段時間最多升超過200點 沒錯 上了三個半月高位之後 升制都回順了 暫時升到80幾點 不過看看GDP數據 去年全年內地經濟增長是6.6% 創了28年的新低 增速的新低 上年6.8% 回落0.2% 雖然看到增長放緩 其實市場都預期了 整體來說 其實仍然高於全年增長的6.5% 的目標 Stanley看到這個GDP數據 出來之後 會不會都覺得意外 還是覺得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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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會覺得 在GDP的數字 其實有些是預期了 為什麼呢 其實應該說 內地方面有很多的數據 特別像GDP那樣大的數據 其實是我們說有些方向性的指標 基本上可能定了出來是6.5%的話 其實譬如這麼多年以來 每逢定了這些目標 基本上只會超標完成 又不會是接達不到的 會處理這個情況 所以你說現在的數據出來 全年目標 都是6.5% 其實你又預期了會出現這個狀況 所以說到大數據出來 你說是否很差呢 又不算是 我覺得其實你又預期了 數字又不會有什麼驚喜 而且我經常強調 現在內地的GDP總額 額度不是叫小 如果以這次你增長6.6%去看的話 整個總量的規模 已經超過90萬億了 這個數字 講人民幣 這個數字已經是 我們說不是叫做低的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數字的話 即是意味著 你在說你往後的增速 你慢慢叫做再放慢一點 那不奇怪的 而且這次 你看到它都是第三產業那邊 我們說一些可能服務的話 增值那邊 其實你看到它那個 叫做增長相對來說是比較快的 第一產業就是一些比較傳統 農業那些 那些見到它都是增速 8.3.5% 那麼合理 其實你看到很多的數據出來 很合理 我覺得不會 你又不會有些 因為這個數據出來 你說那些好壞呢 有太多特別一些的 可能轉測 那它就照正常情況之下 你今年19年的那個增速 你定調 你不會太高 那你留回六流上 已經算了很不錯 但是其實呢 見到這次的GDP數據裏面 那個消費品的增速 其實都不錯 就是總額都過年升9% 但是12月份的 社會消費品增速增加 都升8.2% 都落高於市場預期 不過其實看到當中 那個汽車的表現 都有一些倒退的跡象 12月份都跌了8.5% 轉年就跌2.4% 另一個就是通訊器材的方面 也是12月份都要跌0.9% 其實兩個都是做得比較差的 但是之前就是內地 不停推出一些政策 去刺激一些汽車板塊 就是加汽車下鄉等等的政策 其實看到這些數字 會不會預期 接下來又有機會 就是再加大一點的力度呢 是 早就算了 我實在強調現在 你說是否真的做呢 我覺得它這次會想得比較仔細的 我又不覺得它會因為 見到汽車的增速行業差 它有些很大規模的投放 不過很有趣 如果你看回這次的數字 你會看到的 其實你說 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那邊 那邊的增速 全年來計 都有8.9% 其實不是差 又不是算是差的 但是你看到它有些政策措施 不是說什麼 扶持 就是隔定下鄉 什麼叫做 起底下鄉做這些 為什麼他們要幫呢 為什麼政府要幫這些板塊呢 最主要是因為本身 我們的產業鏈是很闊的 譬如很簡單 譬如以我們做這些 叫做電器 或者汽車為例 你上游那邊 會有很多幹材的需求 資源的需求 你下面的可能有很多 可能你說零售分銷 甚至是製造這些 又會有些比較多 就業 消貨這些會做到的效果出來 所以為什麼它會做 那麼強調地 經常搞商 搞汽車 這個叫做 我們說 那些電器 就是這個原因 不過你說現在這一刻 你說氣車這方面 今年來計 有沒有機會 可以說 大翻身呢 不要那麼多看著 因為我想在政策上去做的話 其實那個扶持的力度 我覺得是 跟你以往比的話 真的差很遠 我這一刻也有想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 譬如說 鞠這個家電 鞠這個汽車 你說是不是做到 當年那個 那個效果呢 現在很不同 你想一下 可能是十年之前的時間 你內地那個叫做 汽車 甚至乎很多的 那些可能家具的滲透率 可能你不算很高 農村那些農村的居民 可能分分鐘 真的他們用一些 很傳統 很簡單的裝置 而已 所以你回到 十幾年之前 你行的那個叫做 駕電下鄉 汽車下鄉 這些政策 你的幫助 幫助性 可以說是很大 很大 但是到現在 到現在 你說現在做這些 可能你說 我經常舉個比喻 就是說你現在 可能農村 很多人已經用一些 可能 就是4K的電視 或者是一些 比較上是先進一些 的電視 可能你駕車 都駕一些 都是比較上升 一些比較上升 的車 你現在的政策 沒錯 你可能駕到他們 有機會會再轉 但是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已經是 很多人已經 已經在用這些 這些東西 還有你現在 以前不能看 你以前的時間 因為可能你是不能看 那些比較差的話 你這些政策 是叫做幫助 可能你說 令他生活的質素 可能提升很多 但是你現在 可能你根本上 你幫助性都真的不大 所以這次 不論你說 我們說 就是 現在不知道 詳細程度 怎麼做 採電那邊 就好像有些 有些 政策 可以套出來 自家 4K電視 其實這件事 我也是昨天 研究過 其實 一會再說 也是不關事 其實 也是 將一些東西 撓了 但是在汽車方面 我真的不覺得 你這個政策 是會幫到很多手 所以 大家 你看得到 市場也是 之前炒一些 可能你說 家電那邊 那個叫做 反彈的幅度 相對比較高 但是汽車這一邊 其實彈也好 好像今天說 今天說第一 彈一點 但是彈得都不是算 還是很誇張 可能是等下 有沒有一些 具體的措施出台 可能才有機會 有些反彈 但是你說 兩者相比來計 其實兩者都是 我會覺得 真真正正的幫助性 不是真的那麼大 而且 有很多事情 以往的時間 內地區的城鎮法律 都不過五成 你可能說 十年前的時間 你可能還是很多地方 都可以說是農村 鄉郊這些 但是你現在 哇 大哥 你現在內地那些 不都化成真化 城市化 你已經很多不同了 你要做 我覺得效果 跟你之前比的話 真是幫同學言語 嗯 不過見到 其實 政策面有幾大影響性 就還未知之數 但是 其實市場氣氛 都很樂觀 很樂觀 大家都對中美貿易談判 仍然都是 處於很樂觀的階段 我也沒有明白 為什麼 就是泰國 你現在 你想想 最新的 一些說法 就是兩者 如何達成貿易協議 中國 未來這六年的時間 多買一萬億的貨品 什麼農產品 加能源 是 消除貿易進差 如果這麼簡單 一早就做了 是 你多買一些東西 有多難 中國是不是都要買這些農產品 可能買多些 當作是庫存 你買資源 當作是庫存 這些東西 就解決了 但問題根本上 就是核心的問題 就不是這件事 而且 其實他說現在 要用六年時間 但六年時間 特朗普是不是 連任都不知道 這個都好 如果你簽了這些東西 你不能反口 但問題 就是 會是買同事 每一年要做監測 去檢測 去檢測 再檢測 是不是真的做到 但這些東西 又有點無謂 好像變相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中方未必肯讓你這樣做 你要檢測我什麼意思 你每個年 可能 嚇一嚇我 做得好不好 你是我老闆嗎 是 如果是中方 這件事都不會讓你這樣做 而且 其實你看 貿易戰本身的問題 根本上 不是在貨品身上 你多買三桶油 或者買多你三斤的大豆 有什麼問題 就買 是不是 但問題現在的核心 就是指示的產權 產權 科技的轉移 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是核心 是啊 其實見到 有些消息 美國計劃頒布行政命令 限制中國電訊商 在未經營 其實手指 現在說要禁止華為 都幾多國家 好像加拿大也可以 不是 那些國家是因為他們本來的聯盟 以前說的 那些是火 那些 那些 互通消息 那些 有幾個國家其實是這樣做的 所以你說他們是這樣做的 又 預算就預算了 但是只不過你說對於現在的 就好像你說 你說好像 你說好像 迷戰這件事來算 你見到 這個特朗普 不斷打很多牌 就是好像你說 你說如果這樣算 你想迷戰好的 想談的話 你根本就不會搞華為 對不對 那你又搞 哪搞華為 哪又跟你談 那就是拿一些 談判籌碼 根本上他都不是叫做事意跟你談的 是 但是看中方這一次 怎樣去回應這些事件 那不過 整件事本身 不能想這麼快 其實搞得定 搞得定也好 你說是否真的 對於那個 我叫做經濟層面上看的話 是否真的叫做會好很多 沒有人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但是其實現在看這個市場 好像傾向聽一些好消息 因為隔晚也是因為這些 中美網站 那些人是現在不理壞消息 是呀 就是完全是不聽的 不聽 所以現在你說市都很 很無奈 你看著 你明明你可以說市場本身 又不是說 完全是那麼好 那麼負面 但是只不過就是 現在市是出現了什麼狀況呢 你可以說 你經歷過12月份的時間 那一下的大跌之後 你想想12月份的時間 其實那時候是創下 叫做大蕭條以來最差的 12月的未股票現金 但是你說起 因為基於這個情況之下 到你1月份的時候 大家看到 咦 可能比市場本身差 可能比市場本身差 你突然轉天又是聯絡局 不斷在說 就是說 你現在不加息 你再說 特朗普出來 又撐著市場 那市場 那市場又有些反彈 其實現在這一下 只不過是將你12月份 跌的那一陣 踏上去 這樣 這樣 是一個V型的踏上去 但是 聽到現在這一回合 是否意味著大家覺得 經濟是會很好 很理想 我又不覺得是 其實問Stanley 因為今天 其實見到港股 在今個月份 1月份 都升了超過2000點上來 差不多5%以上 是啊 去到這些位置 是不是都差不多夠 因為見到今天 已經升了200多點 差不多夠 已經 你問我 我簡直覺得 不應該升那麼多 就是升過了那一陣 但是又沒有辦法 因為你始終在這段時間 A股又做好 A股做好的原因 是因為 A股那邊有些 我們說有些 有人出招 就是你說 內地方面有機會 會出一些 此經濟措施 所以這件事 現在變了 有點複雜了 複雜了的意思 就是說 你現在 內地方面 是找一些政策去頂住 你預計了會出招 那你個別的板塊 你會做得比較好 但是相比之下 你說外面 是否完全 大家可以什麼 都不理 又不是的 喂 你美國停擺這件事 這樣算 你已經不驚不覺 整個月了 是啊 一個月了 你說之前你說 停十日八日幾個時間 沒什麼 停擺了 那些人都沒有做 多放假 現在一個月了 你再整一下 多一個月的話 美國GDP 真的沒有影響 很大影響 對 我真的不信你沒有影響 而且你記住這些 是後遺症的 是嗎 所以根本上這些 喂 你真的說 沒有什麼 你不知道 但其實真的很難玩 市場就是預計 這個反彈 好像還有得繼續的時候 是的 你氣氛是好的 你氣氛現在是OK的 剛剛我講的那些 哪有人提 不是 每個人都只會說 阿公放水 有政策幫助 美國又不會加息 阿特朗普唱好 中美貿易戰又可以談 喂 說下去聽下去挺好聽 是啊 大家都跟你說 不是啊 英國脫樓很大件事 美國那邊的業績好像不好碰 然後又停擺 中國要放水 因為中國不碰 誰想聽這些 是啊 現在的市場 大家都只是聽著好消息 現在的市場 其實這樣就麻煩了 因為有個家庭觀眾 他就說 他在恆子25500點的時候 買了恆子紅證 是 收回價是30,000點 還有65天就到期了 是否害怕呢 其實都 到期又不用你去的 因為你買牛紅證 最主要就是說 究竟你起碼拿著那一刻 去是否被人打壓收回 你又怕不怕 我又真的不覺得市場 會夾到去 30,000點 其實我覺得28,000點 已經是幾盡 但只不過呢 要這麼說 你那隻小紅證 本身 那可不然是你25,000買入的時間 他剛剛應該不高的 還有應該 他比較上 那個價錢都比較好 我想你以為 現在你現在去到27,000多 你那隻小紅證 我想沒有了 三四成 大概 應該都有 但是現在這位 你說還持不持續 那我會見你拿過去 反正你 對 不是看日數 不是看日數 最主要 因為他沒有時間值 沒有什麼 但是最主要就是說 你本身 三萬點 我也不相信他 在兩個月的時間 他可以去三萬點 這位置 除非你說 那些很基本性的東西 突然間有些很大改變 如果不是的話 你考慮一下 拿著他 但是因為他怕 有沒有機會 沒有輸得那麼多 我其實不相信 我真的可以完全 提升到上去 對 提升到上來這位之後 完全不調整 我又沒有信 我反而會覺得 有機會好像去年那樣 大家有沒有印象 去年的時間 又是開局那時 還不是很好 是的 但二月份的一下 突然掉到金 瘋了線 我覺得會有機會 出現這些局面 還有 美國會見真章 你企業業職 你可能到 今個星期開始打後 開始多公司出業職 這兩個星期 應該會比較多些 如果你假設出來 公司業職不行 我又不相信 美股 完全可以不調 你唯一覺得 香港這一邊 A股你走 A股 你如今經濟這樣 會多政策出來 你可能會擔心 這個狀況 所以你說 如果你是港股 你真的很擔心 市 會夾上去 我建議你定一個 我們叫紫舌位 如果市場穿二萬八 這些位置 你覺得沒得到信心 到時真的叫紫舌位 到這個水平 你先沽下去 接下來 如果一些企業業職 出來之後 市場可能會比較震盪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炒一些政策股 政策會刺激的股份 會比較好 因為見到5G股 今天油性 中興升到2% 中國鐵塔 還升到4% 有創新高 見到工信部 其實日前也強調 會加快5G的商用步伐 要求去到2020年 就形成完善的工業互聯網網路 頂層設計 計劃在2020年至2025年期間 中國5G的發展 就會直接創造經濟增加值 3.3萬億元 什麼時候 2020年 即是下年 是的 2020年至2025年 他就計劃是這樣做的 創造就業崗位 大概310萬個 其實見到他的目標也挺厲害的 是否也意味著 他們在5G的力度 會真的很大呢 其實這幾天 都有研究一些政策 研究一下 你說家電下鄉 也有研究5G的東西 5G 我想先說鐵塔 鐵塔是否真的會這麼有數呢 很誇張 我就真的 我想我講一個 講一個 講一個什麼呢 一個理論給大家聽聽 是 其實我們現在 現在我們說4G 現在會去到5G 我經常都講的 如果去到5G的年代 因為出道不是很快的 很快的 出道快 變成去鐵塔 那些收發站 那個距離 其實會比較要近一點 是嗎 即是要裝近一點 我見到一些文章 即是內地寫的 就是說 如果假設 現在 即是我們說假設現在要做到5G 這樣 其實機閘的數目 即是比現在的話 是要多多少呢 是要多5倍 這個5倍是什麼意思 即是說你可能要多 現在比現有的一些 一些和電訊的建設 即是那個叫做那個量 多5倍 那你就想一下 如果多5倍的話 以往的時間 在電訊商 吃的 即是那幾間公司要搞的 現在的公司叫鐵塔公司 就是它搞的 即是說 那不就很受惠了 那不就很受惠了 它要出錢起 但是它之後那個 那個回本 誰說 誰說會回到本 我意思是 如果你這樣介紹 你前期投資很厲害 但是問題是 第一次說回 你的電訊聯盟公司 會不會給你很多的錢 即是租頭 它會租的 但問題是 它的價格 是不是真的會這麼傻 你可能 譬如你用了10元去投資 要建一些機站 是不是真的要收回10元 我不知道 又保留了 而且原來有趣 好像不知哪個國家 北歐國家 原來已經有些 有些電訊商 是真的已經有5G的Pan 是試用的Pan 不過呢 我看到它的價格之後 我想我都不捨得用 因為真的 是給現有的Pan 也不夠它幾倍 這麼誇張 現在其實都不便宜 是啊 所以你想想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我猜是因為成本實在太高 因為你想想 這麼密的話 電視聯盟商 都大件事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它要在原尾出色 原身上的 即是你那些Pan 都這麼貴 那你用不用 我都未必用 坦白說 現在原來貴 怎麼貴五倍 貴三倍 我都不用 一倍我都未必用 五倍我都未必用 對 如果你這樣計算 因為那篇文章其實講些什麼呢 它主要質疑 就是5G 究竟那個 叫做可行 即是可行 帶到一個很新的熱情來出來 而且5G現在 是很多 概念的東西 所以你要做到 剛才說到 在這幾年的時間 要做到很厲害 是啊 真是 很難說 2025年 即是六年內 還有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已經說 它要做什麼 現在已經研發6G 5G還未開 其實你說這些步驟 這些步驟是對的 但問題是 你5G還未加6G 其實你5G當作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 你說5G有點二 當然你說 炒是另計的 炒 就純粹說有沒有消息 但實際上的話 5G我會覺得 是似乎很多暗勇 其實是 所以現在其實 去到這個板塊的時候 都是要支撒 你炒一炒什麼呢 就是炒設備那一炒 即是中興這些 你又真的 你遇到 因為剛剛的邏輯 你真的有機站 是那些機站 是那些機站 那些機座建設 要去到這麼多的話 你中興這些 真的有數 但其他那些 是否真的有數 真是不知道 真是很難說 你中興設有保留著 當然了 你想想 如果你真的起到這麼多 你中國這麼大 你真的 在這裏出 你都不記得 幾多年都起不完 大哥 是不是 很誇張的 他自己的目標 是這麼大 是的 所以 都真的 挺麻煩 這是另類的看法 不是 我看那些文章 我看他看完之後 有些啟發 因為我都沒有想過 原來要 真的很多 當然那些文章 裡面的對還是錯 我都要再去分析一下 但是 我自己所認知 5G傳輸的出道 那些東西 是起得密的 這是挺肯定的 所以 如果這樣算 如果多5倍 都挺誇張 嗯 好啊 對花朱古 仍然有保留 不過我們 中興 中興 中興這些制度 真的相對比之下 穩陣一點 好啊 我們都開始搭一下 家庭觀眾的電話 好啊 不是電話 是WhatsApp 好啊 有位朋友仔 他想問1114華神 那什麼呢 其實買了 應該放呢 現在 他有沒有幾千買 他沒有啊 唉 不過看你幾千買 真的沒有那麼多買 說實話 我們一直做節目 都說這些東西 我打仗都不買 尤其是 因為他現在跌這麼多 我懷疑是因為 上星期那時候 他通過了 說他買資產給這個寶馬 那個合營呢 應該是通過了 那你遇到他派特別適 你有課的話 唯一你現在可以怎樣呢 我叫你現在放 你放不放 你不放的話 你又可能跌了心水 看他之後的時間 說公布派特別適的那一刻 如果他有一旦 就沽了去 華神這一個東西 現在 如果那個合營 現在要再給這個 那個華神 這個寶馬 立大份的話 玩完了 不用再理他 不用再理他 我看到今天 其實中信 李昂都下調了他的評級 是 所以我朋友 要不要放 真的要自己衡量一下 如果你真是 不過都很難說 其實之前你見到他那一刻 說要打算買 其實已經是要放 因為公司本身的價值 就是這個合營裏 就是這個合營裏 你這件事沒有了 你都不用想 真的不用想 接著就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好 有位葉小姐在旁邊聽 葉小姐你好 你好 葉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問那隻552中通訊 因為我見真的 那些5G概念 例如那個設塔 升得很好 但這東西反而跌 我想問 我什麼位可以買呢 現在買得了 還是想再跌 因為我見你跌了三四天 是呀 我覺得你可以再等等 還有 5G概念 5G這個版塊 你真的要選的話 其實我覺得 只有一兩隻可以選下手 就是剛剛說中興那隻 其實第二隻呢 就是這隻中通服 因為其實你預計到他 在往後的時間 他應該有很多 那些叫做維護的合約可以做 所以對於他的幫助性 都是比較大 但你記住呢 5G 我相信你說在未來 這一兩年的時間 可能是 一兩年左右 就是這個概念 可以找到一兩年左右 那這一隻 就六個半留下的時間 你再去部署 現在這位 不要追貨 因為我不會建議大家高追 5G這個版塊 因為現在 真的未是時候 嗯 好啊 那葉小姐 是不是還有一隻想問的 你葉小姐在哪裡 不要緊 我知道她 葉小姐你好 喂喂 是不是還可以問多隻 是啊 沒錯你問吧 我想問那隻 105南方航空 這個可以買 因為我又跌了回來 我看上星期的走勢也做得很好 是啊 不是 走勢是不錯的 但是今天我看到 好像那些航空股 全部都好像 都一般的 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我覺得 反而我覺得這個辦法 當然你說有沒有一些 特別的原因 導致到他們全部都 跌了下去 關於人民幣事 這個不得而知 但如果你看回你說 南韓 似乎去到大概是 五個半留上 都好像已經是 阻力重重 都好像突破不了這樣 如果走勢的話 突破不了這些位 我看過圖給你看 你又知道為何我說 五個半這個位置 好像比較差一些 我也不會看圖 但你說這隻股份 這一段的時間 我想我拿來近一點看 你看得到 五個半留上這個位 即是 今天去到那個位置 五個半這個位置 每一次 我想大概 由上年八月份 打後的時間 都是的 每次到這個位置 都突破不了之後 都有一個比較幾千次的回調 所以現在這些位置 你見到它未破得到的話 不要考慮住 寧願等它下面跌定 大概接近 我可能回到這個位置 這些位置到 大概是四個半留下的位置到 你再考慮回到未遲 現在沒有一本買住 好啊 葉小姐 四個半才好後 現在好 謝謝Stanley 和我們分析了這麼多股份 和你申報 有沒有遲一下上述 應該是沒有持有的 應該是 對 應該是 如果太多股份 我也不知道 好啊 我還是要弄一弄 謝謝 今集的節目 差不多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再見